他做了十八年的明朝皇帝 到了临终前才敢放肆吃只猪肘子 他的清贫节俭让清人都只敢顺民意赞赏 此人就是明孝宗朱又棠 万历年间的内阁首府诸国珍曾说 三代以下称贤主者 汉文帝宋仁宗于我明知孝宗皇帝 这句话的意思是历朝历代的帝王 能在三代之后被称为贤主的 只有创造文景之志的汉文帝 创造仁宗圣旨的宋仁宗 以及创造洪志中兴的明孝宗 甚至有史官认为如果再给朱又棠实践 他或许可以延长明朝的寿命 但就是这么一个贤明在外的皇帝 却在三十六岁驾崩 而造成这一悲剧的是他凄惨的童年 朱又棠的父亲朱建生 是历史上有名的荒唐皇帝 他宠姓宦官放任兼令迫害朝臣宠姓万贵妃 放任外妻把持朝纲也放任女威祸后宫 当时万贵妃仗着宠爱在身 不断迫害宫中有孕子女 导致朱建生一直在忧愁 自己为什么没有子嗣可以继承大头 但其实后宫的妃子姬氏早就诞下儿子 并暗中抚养了近六年 原来姬氏当初曾陪朱建生睡过一夜 她很幸运被宠相一夜后就怀孕了 可随着好消息息起来的是万贵妃的夺胎药 她没敢反抗只能乖乖喝药 可没想到孩子竟然没有被剁掉 姬氏瞒下了这个消息 并且在生产后把孩子养在了西宫 这个孩子就是后来的朱又棠 但由于剁胎药的影响 以及长时间的不露面的照顾 导致朱又棠的身体非常不好 甚至头顶有好几寸不长头发的地方 后来的某一天 朱建生在后宫叹息说自己都这么大了 却连个皇子都没有换官 觉得实际也差不多了 这才说出了实情 说他有个儿子已经六岁 听到这话的朱建生 才赶紧把人从西宫借了出来 并且昭告了天下 听说这个消息的太后 害怕这个孩子也会被万贵妃害了 就把人接到自己宫里照料 并且一直告诉他一定要小心万贵妃 所以当万贵妃送他吃时 朱又棠总是会说自己已经饱了 后来万贵妃还想送汤 朱又棠就直接了当地说 我怀疑里面有毒 看着这个未来的储君油盐不尽 自己连讨好的机会都没有 万贵妃就开始为自己的以后担忧 但朱又棠却没有要和万贵妃 继续较劲地打算 因为从小吃过苦 所以他比任何人都懂皇帝的重要性 并决心好好学习当一个好皇帝 当老师讲课时 他永远听得最认真 并且能在老师出错时保持坚默 直到老师结束讲解后再指出错误 当时他不仅学基础的文化 还会通过身边人的讲解 充分了解谈问古今正典 天下民情以及农丧军务等内容 对老百姓的生活有所了解 并且有极大的同情心 1487年17岁的朱又棠继位 成了明朝第九位皇帝 或许是打小目睹了父亲的婚庸模样 所以当上皇帝的朱又棠非常理性 尽管自己体弱多病 他还是会亲于正事 不仅早朝日日都到还开了五朝 增加了和大臣议事的机会 他知道父亲不是个靠谱的人 也非常唾弃父亲宠幸佛 到宠幸宦官的行为 所以一继位就敢打到阔府的铲除奸宁 被彭上天的各类法王国师真人 都被拉下神坛剥夺了封号 一些妖言惑众比较严重的人 则被直接处死在官员的设置上 他一手处理了指狐三哥老 尼肃六上书这几个 放任皇帝昏庸行为的大臣 并且把父亲宠妃的外妻 庆离了个干净 在处理这些人时 朱又棠表现出了极大的宽容度 有的下狱 有的流放 嫌少有直接被杀的 而这一点也成了当时的大臣 和后世的史学家 对他大赞的加分项 当然他也有不清醒的时候 因为长期的体弱多病 让他有了寄希望于佛道之术的想法 结果就是一批奸宁人士 重新涌入皇宫 试图通过朱又棠掌握明朝的权利 其中就包括宦官李广 但幸好朱又棠手下的大臣 不是吃干饭的 他们见朱又棠准备走上其路 就一直在搜寻李广的 罪证想一举把他扳倒 却不想这人竟然直接畏罪自杀 得知李广死讯的朱又棠 还满心欢喜地派人去搜家 想找出天书这种改命的东西 结果这一番直接翻出了 李广贪污受贿的账本 这件事给了朱又棠 极大的震动看到账本的那一刻 他仿佛看到了自己那个不成器的爹 心里又惊又怕当即反思自己的行为 反手就把那些蛊惑自己的奸臣清理了一遍 可以说一个皇帝做到朱又棠这样 也算得上是一个明君 他能够意识到自己的过失 也能够及时改正 给了明朝一个苟延残喘的机会 但可惜的是 朱又棠的身体实在是太不好了 以505年年仅36岁的朱又棠 在乾清宫驾崩 并在大臣的见证下 传位给皇太子朱后兆 可惜的是 这个儿子不成器 辜负了朱又棠的厚望 朱后兆年幼时非常聪明 不管是诗词书画还是骑马射箭 他总是可以用最快的速度学会 在朱又棠心中 这样聪明机智的皇子 正是继承皇位的好人选 可偏偏在年幼的朱后兆身边 有八个居心不良的太监 他们以最便利的条件哄骗朱后兆 让他沉溺于玩乐 甚至日日在东宫拜歌舞 或者脚底等骑马用最轻松的手段 毁了朱后兆的积极进取 朱又棠临死前仍旧没有意识到问题所在 向大臣托古时还多番表示 说自己的孩子就是 贪玩了些事能够担当大人的 结果朱后兆做的奇葩是一件又一件 一桩又一桩其中最出名的 大概就是暴房 为了更好的享乐 他在皇城西北角修建暴房 名义上是为了豢养虎豹的猛兽 实际上里面却被安排了 妓院朱后兆每日都去 然后广招乐即玩乐 制造了一桩桩的荒银事件 更让人想不到的是 这个皇帝不仅喜欢女人 还在暴房养男宠 朱后兆似乎从来都不懂什么叫 爱惜民生 喜好玩乐的他经常不顾大臣 劝阻出游 出门看上美女要强看上寡妇也要强 就连长得好看的男孩 也无法逃脱他的魔爪 可以说昏君做的事 他一件不落地做了 因为长期的荒淫无道 朱后兆的身体也逐渐亏空 并且在落水后 每况遇下最终31岁的他 驾崩于暴房 朱又堂到死都放不下这天下江山 还期许儿子能创造一个盛世 结果他的儿子 临死前都没想起 担在肩上的责任 还沉溺于在暴房的玩乐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